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与主任慰问潜入日军指挥部的李从文一行人 右手被愤怒的王嫂折断 任务结束后 坝下镇进入了十分不寻常的松懈状态 原本作为任务的生活 却被镇民做足做真了 游击队员的子弹被取出 但是失血过多 仍然需要卧床休息 龙九将武功队安排在萧月的九方 虽然他处处卖好 但江红英依旧无法相信他 命人密切监视龙九的一举一动 施兰对坝下镇采取了隔离措施 为了研制疫苗 对镇民进行踩血 沈月红怀疑施兰别有用心 几次三番阻挠施兰 却被肖越挡了回去 也间平二处 藏有许多无法破译出来的 国民党特级藏文密码 长虎等人愿意帮助破译 以便及早找到 国民党军队进攻 悠行缺口的确凿证据 拖着 这是什么笨办法啊这是 你说这该面对的也得面对啊 要不然我就跟他 实话实说 我跟你说 聪文 月红告诉我 这邮贞敲尾记得给自己 做了六件气包 六件气包 人家就等着婚礼的时候臭美呢 聪文 邮贞对你 可是真伤了心了 到了这么一结果 他那脾气你也知道 能杀了我 我是怕他杀到重庆去 不至于 不至于 你说他这脾气一上来 真能杀了我 要不 再想想 这事不着急 慎重 好 算了 不想了 早晚的事 来 早晚的事 早晚的事 来 来 早晚的事 来 来 走 吃起高烧 水泄不断 可他又不是瘧疾 这种病症 我还从来没见过 会不会是嫖娼染 眉毒啊 屁话 我连眉毒也检查不出啊 要不送去县里看看吧 我估计是病毒性的 若真是那样 八下阵可就要招事了 宋伟 小掌柜 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县里 看看那里 有没有相同的病症 你们在家 要动员大家做好防御措施 小五嘛 必须要隔离 他的粪便和呕吐物要掩埋 埋得要离水源越远越好 文大夫 如果小五的病情 要持续恶化的话 那 那只有交组织处理了 你抭折着 那样呢 我把本事都已经 抑制了 你打算算了 你已经说了 你怎么读得很吐 是 你怎么会 尽快查明病情 并且给予有效救治 记住 霸夏镇 是我秘密安排的一个工作站 除了孩子之外的所有人 都是为党国服务 所以 那里发生的任何情况 都需保密 是 这是被鬼子搜出来的 这是被鬼子搜出来的 说得好听 什么烈士老师 不就是为了惦记这女人吗 施兰 真没想到来的是你 病人在哪儿 跟我来 谁也没想到 情况会这么严重 我们已经做了防御措施 但是呢没想到下了长雨 这边 下了长雨 就立刻传染开了 日子放尽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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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 他是我儿子 小玉 振作一点 我在你边上 请大家配合一下 帮忙把病人 转移到开阔一点的地方 再提点材 来 大家伙都安静一下 听施小姐说说 晒谷厂从即可起 划分为隔离区 挑选体质强壮的军民 轮流职守 患者每日的饮食和物需 送到绳圈之外 再有职守人员负责派发 物着物一律运送到指定区域 风干之后焚烧处理 下面两条非常重要 第一条 现场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 结束之后 马上将身上的衣物 脱掉烧掉 然后立刻洗澡 扇洗剂到熊大夫那里领取 使用时 一颗扇洗剂 调入五百克水进行稀释 第二条 通知镇上所有居民 晚上九点全部离开住处 等我们入户消毒之后 依次回宅 今后 每晚八点到九点 为入户消毒时段 对此以及 由于我们的工作 给大家带来不便 请大家谅解 都听明白了吧 就按施小姐交代的去做啊 梅玉香 你赶快在那个地方拉条绳索 别忘了系上黄布条 好 小玉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不用了 快去熊大夫那里耍洗剂 回去好好洗个澡 等结束以后我们一块吧 你先回去 我留下来陪陪小白 快去吧 还是等我 熊大夫 我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屋子 做检验室 这个得问她 好 小玉 小玉 我需要一间相对独立的屋子 做实验室 温大夫说 这事还得找你 正宫书 我带你去我们正宫书看看 好 来 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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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妖 我找你干什么 是是是 她是个妖精 她是来害我们的 派上老君积极如命令 让我炸妖出魔 妖精 快给我拉过去 拉过去 我拉过去 妖精 杀了她 杀了她 快回去 妖精 你怎么啦 没事 她是有个刺激 别当真 那我们去正宫所 我 我 我想给你 没事 我会找时间休息的 经过血液检验 几名患者是感染了一种 学名为PHV的病毒 这种病毒是由日本开斗团带进来的 三八年 在东北某地爆发过一次 传染性和死亡率都极高 索性疫区较为偏远 所以没有蔓延出去 至于这种病毒 什么原因会再度出现 并且出现在这里 还需要调查 PHV病毒 国内没有疫苗 但是 我会立刻向疾控中心进行申请 通过各种渠道 以最快的速度从日本引进 PHV在人体内 有二十四到七十二小时的潜伏期 所以很有可能在镇内 还有尚未暴露病症的感染者 我需要对平凡接触过患者的人 采取血样进行检验 你们是第一批 我也希望 如果有人抵触的话 各位能帮着做些劝导工作 放心吧 我们霸下镇没有蒙昧不化的人 那好 那我去拿采取设备 你一直都在疾控中心任职吗 我刚调来不调 多久 不到两周 在这之前你做什么的 在贵州 也是负责疫情防疫工作 月红 怎么会如此巧合 发现疫情和你调去疾控中心的时间差不多 月红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们应该仔细了解外来者的情况 人家一宿没睡 你这样疑神疑鬼伤不伤人呢 他应该明白这是我们的特殊性 王嫂疯了你也疯了 他是为了救大家救小北的命 现在情况这么紧急 你急急歪远你想干什么呀 你屁家家老跟在人家后头 最起码应该保持一些警惕吧 萧太太 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少插嘴 萧太太 你不必对我这么抵触 我和萧月 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 萧太太 小月确认采取一样去了吧 又红了 小北病着呢 我这副样子确实挺招人烦的 我知道 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无力取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直觉上来 见到这个女人的第一眼 我就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 我知道 施兰说的一些话 让你产生了疑惑是吗 他跟小月一起军序后成了特工 一个特工人员 怎么能去疾控中心对吧 培训期间 他隐瞒了两间半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缺陷 后来被发现了 是俞主任亲自吓得憨 结合他原先的医学专业 送他去美国深造 我在美国没有见过他 对 美国也很大 我 我疑惑的不是这个 是什么呢 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知道 没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作为小北的漫漫了 我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 我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 是 being analyzed 您拥操了 在关系 这又是什么 身里盐水 阿强 疫苗就要到了 你一定等疫苗到了 好不好 我一感到 早晚会有今天 你是神仙 小叶藏将心灵 比谁都恐惧 因为 他知道的更多 如果生活这个任务 背后隐藏着重大使命 那我们逼宫失败 就等于用 丧失了绝对忠诚的剑 把自己全都绑扶进了 无间的地狱 对不对 或者 更糟糕 因为毕宫 这本身就是 就是四季 这一场 传染病 来得 太突然了 你知道什么 我以前不光是来自于鬼子 还有我们上头的人 逼宫没成功意味着什么 没成功就意味着 我们不再会视为忠诚 有可能被集体牺牲掉 我来这里 是代表党务协调中心 所以不仅仅代表是疾控中心 我希望你作为这里的长官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都要绝对地配合我 你放心 我绝对配合 上级是派我来解决问题的 我想我现在 或许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拿些器材 然后去王嫂家 我希望她 不会再对我有负面的言行 好 我等你 就这儿 这儿 有点 有点 studied 我 是 换 我 去 来找你们干吗 心意上的话 是有点让人家毛骨松人的 并非没有道理 或是高层 战术格局 的确是逼固 行动中 我确保跟萧月一个立场 但回头想想 整个过程真的是走钢丝 我们能活下来 纯属侥幸 但要一年你忽略了 萧月是自己人 对 她把小北单亲儿子看 所以焦虑得不行 但朕因为这样 我担心她完全失去警惕性 她完全在依赖石兰 如果石兰的目的不 我是说如果 那萧月就是潜在的帮凶 假如 我说的是假如 假如我们已经不被视为忠诚 那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尽数替换 尽数替换不要我解释了吧 龙九跟你说了吧 王朝突然歇斯底里 说石兰是来害人的邀请 疯子的话你也当真 原先没当真 现在一想啊就心计了 你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疯子的人 往往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萧月和石兰去了王嫂家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了 我就是觉得他们俩老年男一级不好 我没别的意思 王嫂 她整天把自己锁在家里的 要不就是在田野里乱抛 再传染也不会传染到她那儿去 是 石兰嘛 忙得都尿血 她怎么会到她那儿去呢 我 除非石兰想让她闭嘴 萧月还跟边上呢 怎么可能 萧月是最好忽悠的 随便找个理由 就能让她言听计从 对啊 对啊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吗 我们过去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hhh 采血可以检验病毒 可是径我变一下手脚 它就能够扩散病毒 我的天哪 集体采血之后又导下了四个 是吧 哎呀 彤哥 啥人啊 哎呀 哎呀 疼了 二十二人了 你来干什么 小饭饭 你给我解释 别碰进去 闹什么药 闹得什么药 混账啊 没事 王嫂对我很有敌意 所以要采集血样 必须先控制住她 如果你们要我解释 就是这样 我请你们来 也是想请二位 一起听一听 王嫂又没感染 你采擦血干吗 因为她的女儿 已经被感染了 很奇怪是吧 傻牙活蹦乱跳的 但从血减结果来看 她就是感染者 而且感染时间 跟小北是同期的 这是傻牙的病毒汇图 这是检测日期 这是小北的 检测日期较早 但从病毒的成型形态来看 两者是一样的 那傻牙是免疫的 对 它有抗体 所以说 如果没有病状的王嫂 同样已是感染者的话 意义就大了 也就是说 抗体有可能不是单一性的 如果抗体不是单一性的 那我们就可以培植出 大家都试用的疫苗 我们心里很清楚 从日本走私疫苗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并不是所有的患者 都能够熬到那个时候 如果抗体 只是近亲遗传 那它依然是单一性的了 所以我要给王嫂抽血 做进一步的检验 遗传和非遗传的概率 各占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 救命的机会有百分之五十 换作你们会怎么做 我接受过特种工作训练 我非常能够理解 大家异于常人的敏感 但是我拜托各位 不要再有下次了 因为我们真的耽搁不起了 我还要 再给王嫂抽一次些 原来我找 常先生 帮我把这些废弃物处理掉好吗 仅仅是给王嫂抽血 带那些图会干啥 难道是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出 所以预备在身上 好做解释 你好 是 就当是我吃醋我闹腰 我想赶走她总行了吧 我只想说 作为母官 多花点心思 多花点心思在小北身上 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没意义 我和诗兰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先说是小北比我去世界 你能不能尽一下 不哪儿 那么老师 你不认为他 还没有人家 你还有个胶快 你能不能远备 你不见带吧 你不懂的 没有 它是用江水循环的 可是江水离着很远呢 镇子下面布满了地道 它是借助地道的排水系统 进行循环的 我不该问这些的 对不起 你不用那么拘谨 其实是我们 从来也没这么无错过 所以月红她才 我明白 没事 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一定会配合好你的 没想到 没想到 你孩子都那么大了 是月红抱来的 都会抱她还喝奶呢 小北就是我的亲儿子 拜托了事了 一定要治好她 你变了 变得留恋生活 不再想过去 说要走 就头也不回 都已经 是过去的事了 谢谢你 还没有忘记 我从小牛房子之前呢 你进小牛房子之前呢 必须过洗手洗脸换衣服啊 好 听我说从现在开始啊 哎 宋文哪 你不是为了个颐料队腾房子 到我们家来住 对不对 对对对 干脆 你就趁这机会 在游汁的肚子再高大 爹 说什么呢 生米煮成熟饭 逼着上风 同意你们结婚呢 哎呀 不可能的 何大爷 对组织上来说 结婚是正直 苟且是我的业余爱啊 李宋文 你也买损配分啊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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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的 一会儿闹鬼子 一会儿闹瘟疫的 真 八条真是没个好日子 爹 不批就不批了 这些天我看着月红都心颤 要是结婚 能让一个人这么患得患失 我宁愿不要 是啊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对对对 你们年轻人哪 遇见点困难就后退 不能后退 就是他们俩 老王 就是他们俩 帮那妖精给我抽的血 您别以为我老婆疯了 这霸夏镇 只有她是最客观的 噓 还记得月红那天跟那妖精 发生冲突时候的情景吗 当时从那个药箱子里面 调出来一堆图 没错呀 那些都是霸夏镇患者的病毒成状图绘 只有一张不是 当时那些图 标的都是最近那几日的日期 只有那张标的是 三八年十月二十六号 纸都有些发黄 请共参考 有人吗 有 这位大兄弟啊 哎呦 我说这大中午的 您就到我这祭院来 是不是来得早点啊 是有那么一点点早 我是霸夏镇的镇长李从文 我来这里呢 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前一阵子 我们那儿有一个小孩叫小五 他 是是是是 昨天来个小孩是叫小五 可是今天早上起来天没亮 就被你们镇上的警察给带走了 那能不能找来那位伺候他的姑娘 没问题 快去 把小翠儿叫来 好 来来来 来镇长 您坐 哎呦 我的大兄弟 你怎么老没有 哎呀 不不 想死我了 不不不不 是是是 哎呀 不好意思 您坐 您坐 我坐坐坐 哎呦呦呦呦 想给你那尸了 是是是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 是霸夏镇的镇长 哦哦 我叫李从文 哦哦 您是 那小翠儿啊 怎么给我按过呀 哦 您这年纪叫小翠儿 兄弟啊 干五这行儿 你还管岁数大小啊 是是是 在这儿说了 人家客人提出来 说要找我这么一个 比较成熟的姑娘 哈哈哈哈 是是 您是挺成熟的 哈哈哈哈 是这样 我来您这儿呢 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我们那儿有一个小孩儿 叫小谷 您伺候过 小谷 那可不小了 都二十八了 哦 可是 她那模样 哎呦 那模样 您说她像不像的 这年头买面也不好 人客人说像就像嘛 谁跟她抬那个 您说呢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要不说这事儿吧 还真别扭 您说那小子吧 那小身子板 发育得也不成熟 还没长开呢 什么事儿 您说这叫 哈哈哈哈 啊 您 看见她那个小身子板了啊 啊 我看见了 我看见看见了 可我什么都没干啊 啊 我就是在那个酒里边 我一下点药 给这小子灌醉了 完了把她的衣服扒光了 我跟她睡一觉 哎呦 哎呦 这脚还没睡醒了 你们这人的警察就过来了 不是 你别吓我啊 您不是要告我爸爸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我知道她未成年 可我向老天爷保证啊 我可一丁点都没碰她 啊 是是是是是 我知道我知道 我当然不能告您了 她呀 偷了家里点钱 跑这儿就糊花来了 所以啊 我替她家里人好好调查调查 摸摸情况 您抱歉 哎呦 感恩她孩子投家钱了 那事我倒不知道 反正这警察一来啊 就把她给带走了 哎呦 我还得跟你说一样啊 我可一分钱没收过她了 是是 要不说您仗义 您仗义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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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啊 你看看哎呦 你好久也不来了 是不是 哎呦 你看这小钢柄还还真不错 哎呦 哎呦 要不然跟老姐姐上手上 带我 不不不 哎呀小翠儿小翠儿小翠儿 啊是是是是 哎呦不不不 事情呢 我了解的差不多了 呃 咱们 改日再训 病状越来越严重 在这儿下去孩子们撑不住 闭嘴 能搞到疫苗 你真的信 我更相信你这种敏感 是出自一个特勤的本能 而不是出自一个女人 你山英峰点鬼火有意思吗 你就这么看我吗 那我该怎么看你 我好不容易克制住了 不闹腰了 你这跑到边上来鸡里咕噜 你什么用心啊你 这你来吸引人的是吧 小岳被勾了活儿似的 屁吊吊给人当狗 这就显出你了是吗 沈月红 我和你分析情况呢 你撒什么坡呀 我跟你分析得着吗我 我们是不是没话说了现在 不是现在 以前也没有 我跟你有什么话说的 看在小北的面上 我不跟你计较 尝火 我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努力地告诉自己 我这是钻牛角尖 我无力取闹 我应该服从 极空中心的安排 可越这样我就越害怕 越发觉得满世界都是敌人 我杀过敌 不管他们有多强 我都能赢 可现在的敌人是 是病毒是传染病 满世界都有 可就是看不起摸不着 我束手无策 你说还要比这个更可怕的吗 需要我抱抱你吗 这不明摆的事都看不明白 可不是吗 他随身携带着三八年的病毒图绘 这说的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 哎呀 这个说 王嫂 什么三八年的图绘 再说一遍 傻子 瞎子 疯子 特勤 这一遍 这一遍 都看不出来真是一群蠢祸 就可以有效化解 您还是专注点吧 这是小藩的会议 我没有办法陪您出席 所以您要十二分的小心 这帮家伙可能是有备而来 这种质询会我见得多了 这种质询会我见得多了 是 郁主任 请坐 郁主任 有人举报 你长期虚报 以及侵吞特殊津贴和活动经费 我们希望您对此有所解释 对于一些私人财产的来源 我们将会进行多方面的调查 是谁做的举报啊 郁主任 您应该知道 质询组 是不能透露举报来源的 想想看 是谁帮助你们坐上了如今的这个位置的 质询我 从哪儿弄来的上风宝剑呢 好啊 既然我们关起门来说话 那我今天 去告诉你们 在这栋大楼里面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你们的底 要不要我也成立一个调查组 足够地找你们谈谈话呀 还有什么话快问 我心里担着事 不想有太多耽搁 诗兰 检验结果 很让人失望 王嫂的确和她女儿一样 是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但两人的抗体是近亲遗传 具有单一性 无法配这个药 那也就是说 除了等待 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我会催促相关部门 尽可能加快寻找疫苗的速度 不要绝望 校园 好 少北 小北她恐怕等不到那一天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救命 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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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行了 怎么回事王嫂 这 上厕所 这都早倒地见了 白山屋 白山屋 水 雪 这 这太让人唯一所思了 他在家里吗 家 家 家 拿上担架 跟我来 走 这个东西 你下了 鸡蛋 五岁 六岁 现在我有行 二岁 宣伤 三岁 船 三岁 百岑 四岁 云 十岁 快 三岁 是 只有一张不是 当时那些图标的都是最近那几日的日期 只有那一张标的是三八年十月二十六号 纸都有些发黄 快去叫人 黄嫂 你搞什么名的 我们上当了 约红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丛雯呢 不知道啊 一早就出去了 他不在也没关系 反正真仙大白 他也抵代不了 沈约红 我都跟你说什么了 这是我在世兰的药箱里头找到的 大家看日期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号 这张病毒图绘不是线化的 而是他随身带来的 随身带来用于比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来霸夏镇之前 就已经知道这场传染病 是由PHV引起的 他怎么知道 他是神仙吗 不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场传染病跟他有关系 说得再直白一点 很可能是由他或者他的同伙 一起制造了这场传染病 他 为什么呀 你和我们无焉无仇的 这是他的任务 我想我们是犯了逼宫的死寂 已被集体命令清楚 逼嘴 怎么这种话你也敢说 你让他解释 如果施小姐你还能解释的话 0 5 6 6 3 7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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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